请听小声音 拥抱大世界 欢迎收听Vista的小声音 在今天的节目 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来宾 那么这位来宾 不但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也是策略思维商学院的院长孙志华 那么过去我们都叫他孙老师 我们一开始先请孙老师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大家好 我叫孙志华 我自己其实大概从事讲师这个职业 大概全职好像是七年左右 其他的时间可能都兼职的 那其实我一开始在成为讲师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教简报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对我的印象 应该是教简报的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其实辅导了很多的新创 那教他们如何去把自己的商业价值说出来 所以慢慢的我走向了所谓的募资简报 就协助新创事业 去跟投资人拿钱的那种简报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自己的感觉也就变了 好不好 所以我在这一阵子就慢慢转型到 所谓的商业逻辑啊 商业模式啊 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那大概就是我最近的一些近况 我们去年孙老师有出了一本书嘛 就是这个 《来万职业讲师的商业策略》啊 这本书我想也是相当受到很多讲师朋友们的关注 那接下来我想请这个孙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 为什么你会想要成立这个策略思维商学院 还有这个商学院到底他想解决什么问题 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 因为其实也就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其实我有两条 初期是两个产品线 两个主要市场 一个是企业内训 那一个是服务台湾的新创 但是其实在服务企业内训的时候 他有一个点就是 因为他是管顾嘛 然后他们都会去做百大 在百大企业里面 所以他们的教育预算其实还蛮高的 其实他们可能说一个小时 大概就是有一万块的教育预算 所以一天七小时的课就是七万块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服务的市场是 这些企业 但是我因为也是就像刚刚说的 我接触了很多台湾的新创公司 我接触了很多台湾的中小企业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中小企业他遇到的问题 是最多变 最不一样 最需要人帮忙的 但是问题是最常发生的事 是他们没有资源去 用一天七万块 去请一个老师来教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很诡异 因为假设我们是 以老师的这个角度来思考 就是学生在那边 却没有老师 我觉得怪怪的 他们有需求在 却没有人提供服务 所以那时候我才想要去成立 策略思维商学院这件事情 所以我成立的目标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从 我去请了非常多的 百大企业的名师 甚至有些老师是 真的是七八年以上的交情了 他们才来学院里面讲课 在外面是 是你遇不到的 连花钱要去上课都 没有办法去上 因为我想把他们集中起来 去协助这些中小企业 所以策略思维商学院 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就第一个 我们要服务的是中小企业主 跟中小企业的主管 这是我们的定位 所以因为这样的定位 我经营起来也蛮有意思的 等一下在底层逻辑 我们就可以聊这件事情 策略思维商学院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所以把这个东西成立起来以后 我真的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能不能协助中小企业 去解决一些商业世界中 遇到的未知的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问题 条列出来 对我们不可能举出所有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核心 应该是在如何面对问题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策略思维商学院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可能稍微提一下我们的设计 我们会分三个模组 第一个模组叫事业的本质 所以最基本的对价关系 在商业世界里面 最基本的对价关系就是产品或者是服务 对吧 我们一定是提供产品跟服务 才会有个对价关系 这个东西一开始有了 这叫事业的基础 然后我们会靠业务去推广 所以你会有一些销售的基础 那业务在推的时候 其实在做市场测试 所以它是测试这个事业的本质好不好 假设转换率还不错 那应该还不错 这时候你要放大 放大就会走到数位行销 或走到所谓的行销这一块 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事业的本质 对对价关系测试放大 这是第一个模组 第二个模组就是 当你事业起来了以后 就会有所谓的领导管理 然后就会有所谓的商业谈判 然后商业的提案 那这个就是我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叫做组织规划 所以你看到把事业做起来了 组织要有规划了 规划完以后才走到第三段 第三段就是我们的策略思维商学院 最核心的叫策略思维 那策略思维对我来说 你会发现我的课里面 我没有一门课叫做策略 因为我觉得其实产品有产品策略 服务有服务策略 行销有行销策略 然后业务有销售策略 所以我用的方法 反而比较像是用交织的方法 把策略定出来 所以我回归到策略的本质 甚至我觉得知识的本质 大概是两个事情 一个叫问题分析与解决 一个叫系统化的思考 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可以累积出 非常多的知识底蕴 然后再配上另外一门课 叫商业模式 你才知道怎么把这些解决方法 跟组织跟商业模式做整合 所以策略思维商学院 它就分这三个模组的课程 然后希望可以解决 企业主当下的问题 所以对我来说 我主要服务的对象 是中小企业 不是学生 这我必须要先说 所以我们的学院里面 很好玩 上次我们线下课 在做领导与管理的线下课 我们有盘点 我们线下参与的 大概30多个人 最年轻的31岁 在我们那边最年轻31岁 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定位 还蛮鲜明的一个学院 这大概就是我当初 为什么会成立的原因 就是我希望可以协助他们 解决问题 面对问题 然后去创造他们自己的价值 听起来这个策略无所不在 那也的确因为我们在 在经验经营的过程中 我们都会面临到很多未知的挑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从策略面去做思考 那接下来我想请这个 孙老师来跟我们谈谈 就是最近也常常听到 很多人都谈底层逻辑 那到底什么是底层逻辑 孙老师你怎么看 好 我觉得底层逻辑这个东西 就是 假设你对这个世界了解到一定的程度 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有时候它并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 你表面上看到只是有一大堆的意外 一大堆不如你所想的事情发生 但是它为什么发生 它其实背后会有一些很基本的原理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叫底层逻辑 但我先说 底层逻辑只是因为你发现了没有 所以它其实不难 重点是你发现了没有 所以底层逻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我其实 不会说要把它看作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东西 包含是我教的东西 我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很轻松易懂 所以底层逻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叫最基本的道理 只是我们有没有看清楚 比如说我举个例就好了 我们很多人都会说 我们要去经营人脉对吧 对啊 但是你去经营人脉 有多少人从人脉里面得到了 他当初想象中人脉可以给他的东西 那就是表象的对吧 那底层逻辑我相信V大爷 我们都很清楚对吧 就是人脉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不能贡献价值给别人 你的专业度不够卓越 是你的人脉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底层逻辑 所以人脉很简单 就是我能贡献给谁什么 这个叫做人脉 当你没有办法贡献什么给某一个对象的时候 你其实没有所谓的人脉 这就是最基本的底层逻辑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就看到很多的书教你 要去建立人脉 对吧 你就花很多的时间去建立人脉 但是可能一两三年下来 你还在原地踏步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简单底层逻辑的举例 OK 好 那接下来就要见到我们今天访谈的重点 那就是要请孙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 那要怎么样打造新事业的底层逻辑 因为过去这个孙老师在经营这个策略 市卫商学院的过程中 也一定跟很多的中小企业组 经过一番的这个互动跟交流吧 那在今天节目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呢 好可以哦 那我这边先跟大家分享 我还是把底层逻辑在商业这边 我多举几个例 然后再告诉大家怎么打造事业的底层逻辑 好不好 所以这边对我来说 底层逻辑在商业世界里面有几条 我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好不好 我觉得第一条 第一条 第一条我觉得应该叫做行销跟产品这件事情 或者是销售跟产品这件事情 我其实发现很多人在 不管是我所处的两条 我目前有两条产品线 一条是策略市卫商学院 是否讲师 是否中小企业组 一个叫陪伴师讲师群 是否讲师群 其实不管是新创师业 中小企业或者是讲师 他们都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的产品 当我们的服务 或课程没有卖得很好的时候 那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 是否业务不够强 是否数位行销能力不够强 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其实我们第一个要先做的叫做产品力 所以为什么我的策略市卫商学院 要第一个模组叫做产品跟服务 因为你必须要逐步逐步的了解 跟逐步逐步的排除问题 你才有机会找到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这边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在我的想法里面 一个产品 一个产品 有大概四个层次 有大概四个层次 我们来看哪四个层次 好不好 来第一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说穿了 这样讲怪怪的 第一个层次叫做你的产品有负贫 负贫对我来说叫做体验差 有行为 记住有行为这个字 但某种程度 我说这叫第零级 好不好 根本就不是可以去service的东西 那第二个阶段呢 叫做不满意 不满意 但是我没有讨厌到我要到处跟人家讲 你的产品不好 但这个叫做无行为 叫做别人不问你 或别人不问他 他也不会说你产品不好 他叫无行为 好 再来 产品的第二层 叫做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也就是还不错 也是无行为 叫做别人不问他 他也不会说好 这依旧是无行为 这是第三层 第四层是什么 第四层就是 我觉得这个 讲视讯很厉害 到处去跟人家说 要来上志华老师讲视讯 这叫口碑 这个叫做有行为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去检讨自己的课程 或检讨自己的产品跟服务 销售的好不好 业务做的好不好 行销做的好不好 之前要先去确认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走到最基本的 叫做别人觉得好 而真正最关键的KPI 就是你什么时候 你觉得你的产品稍微稳了 叫做有口碑 所以记住 一个事业 你的产品跟服务 有口碑吗 有口碑 就表示 你的底层逻辑 在产品力这边 起码稍微稳了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连口碑都没有的课程 或连口碑都没有的服务跟产品 你不断的让业务去推广 你不断的让行销去投广告 说穿了这个很现实的 好不好 这个叫做 你花大钱 叫一个人去卖一个70分的商品 你觉得这个事业会有好的结果吗 很难啊 对不对 这就是最基本的底层逻辑 这样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的产品跟服务 有没有口碑 它是一个具体行为 对吧 你甚至不用量化 对不对 你只要看到有 而且三不五十就有 那大概对了 好吗 大概对了 这是底层逻辑 第一个 那我这边大概会分享 两个吧 两三个给大家 那我觉得第二个 我觉得 常常我们在提的东西 叫做价格战 我到底是高价好 还是低价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在做事业的时候 要去思考的一个点 我其实做这个事业做很久 然后尤其是策略思维上学院 他给我很多的有趣的思考 我举个例 我们通常会想把我们的服务 越做越专业 越做越高档 但我先说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 说法是在 非技术型行业 好不好 不是技术创新型的产业 是服务创新型的产业 或服务型的产业 好不好 这是我等一下要说的 实用范围 就是我们都会有一种感觉 是我们想要越做越好 但大家慢慢去体会到 一件事情 有时候这个商业的世界 的运作模式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我举个例 我一开始教减宝 对吧 我一开始教员工 那情况下 我要越教越好 就是我会觉得 我要设定目标 就是我日后要教 初阶主管 然后我是不是能力提升了 那我教初阶主管以后呢 再往上走 教到中高阶主管 对吧 然后我们再往上走 我觉得我要很专业嘛 对吧 我说我要教老板 大家可以体会到 一直往上的专业 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我常说商业世界逻辑 有些很好玩 叫做越专业 越小众 越专业 越小众 你要去看那个市场规则 OK 因为在企业的世界里面 他们的教育训练的 预算是固定 所以不会因为 你今天教的是总经理 所以他的预算 给你特别多 在这样的前提下 你会发现 这个叫越专业 越小众 所以我到底是应该去教 一般的员工呢 还是要去教高阶主管 你觉得高阶主管 一年有几次搜寻的机会 高阶主管的量体的大小 跟员工的量体的大小 是不是差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有很多人会觉得 我要拼很专业 但你再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 你先让员工满意 假设是80分 让初阶主管满意 85分 中高阶主管满意 90分 让老板满意 95分 有没有发现 满意度调查 又更困难了 它变成 满意度 更难了 量体 更小了 但是单价没提升 所以很多的点 我们要去思考一下 怎么去规划 这样大家了解 那当然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 那我们就是不接大老板的课吗 到底不是 那个东西对我来说 就叫做品牌 那个就叫做定位的提升 建立你的职场的商誉 但它会不会是你主要营收 不会 这样大家聊了 这个叫做 越专业 越小众的底层逻辑 所以大家慢慢去思考一下 好吗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单纯的点 就是我也常提到的 就是 我常说有一个东西 叫做服务高价化 商品规模化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经营事业的时候 很关键的一个底层逻辑 什么叫服务 顾问就是服务 教学就是服务 这样大家了解 那什么叫商品呢 上课是不是商品 假设我是直播 像我们现在 有没有 我的时间被卡在这里 那就叫做服务 但是我这个课要是录好了 我从此不用管它了 它就不断的被人家下广告投出去 有人买 那个叫做商品 大家一定要记住 服务高价化 商品规模化 我觉得这个点就很重要 所以很多的朋友在去做思考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的公司做不大 不好意思 假设你做的是服务 本来就不容易做大 这样大家了解 OK 而且当你是做服务的 你发现你的做大 往往它的营运成本会跟着放大 所以像海底捞 像这次的疫情过了 它是不是就整个 整个就 倒下来了 就是因为它全大陆的分店 太多家了 只要一个月没有营收 它的营运成本 一瞬间就烧光光它的现金 像这个就是什么 随着事业越大 营运成本越高 大概这种概念 好不好 这就是商业世界中的底层逻辑 那回到我们刚才讲 那怎么打造呢 我觉得打造就单纯了 好不好 打造就单纯了 我觉得有两个点 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就是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记住 你不要把你的客户 当成是测试 像客户 他接触到你的瞬间 一定就是完成品 所以回头来思考 像以前我是在资讯业的 我们资讯业都会有所谓的 测试区 所谓的开发区 就写程式在这边开发 有测试区 测试你写的好不好 最后才有到上线区 就真的在运作了 后面有三个区块 其实这也是在做产品里面 很关键的思维 我们不管在做任何事情 你就思考一件事情就好了 你的事业 有没有测试区 要是有测试区 你就比较容易怎么样 早期收到客户的回馈 市场的反馈 你就可以修正了 修正过后再上线 那他的风评就好了 口碑就有了 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 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 哪一家是做什么服务 是做什么商品的 先问自己 你的研发过程 有没有测试区 有测试区 是不是就可以打 去评估 我刚才讲的产品四个层次 对不对 有没有口碑 喜不喜欢 还是讨厌 还是有负评 等等之类的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 如何打造底层逻辑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点 是测试区 因为说穿了 我辅导台湾的新创公司 我常跟他们说一件事情 叫做讲师不一定是对的 投资人不一定是对的 创业家不一定是对的 只有谁是对的 只有市场才是对的 大概是这个情况 好不好 所以如果达到底层逻辑 我觉得最基本的概念 你有没有测试区 好 这个刚刚孙老师的分享 非常精彩 那我自己听了 我也觉得蛮有收获的 像刚刚提到 这个服务要高价化 然后这个商品要规模化 我觉得的确蛮有意思的 那也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好去深思 这个在你的工作场域中 能不能应用 今天孙老师 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重点 那接下来 我想是不是再请 这个孙老师 再给我们听众朋友 一些建议 如果说 今天听了老师的分享 在工作上 想要怎么样去发展 老师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 一些几个 简单的小建议呢 好 我觉得分两个 好不好 假设你今天呢 是要做事业的 那我就只有一个简单的简易 不要先做产品 你要先找到客户 找到客户很多东西都是好谈的 因为那个叫做存在的市场 太多人做事业最大的问题点是 客户不存在 商品先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事业上面 我觉得第一个 先去了解市场在哪里 那另外一个就比较像是 一般的年轻朋友 那有没有一些建议 有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点 叫做 投资自己 我不能说因为我是 譬如说我是职业讲师 你就觉得又来了 职业讲师嘛 所以要人家投资自己 就是要去上你的课 我讲我一个前辈的故事给你听 他以前 他常跟我说 他的口条没有很棒 然后 但是就我的印象 他早期的业务力 是公司最强 我就说前辈 你也太谦虚了 对吧 你也太谦虚了 就是你的初期业绩这么好 我就听他讲你 你第一家公司 你是业绩王耶 你跟我说你口才不好 我觉得很多人听到这句话 你可能会说 没有他是谦虚嘛 或者他做事很踏实嘛 用踏实的定位去创造的销量 但是不是 但是不是 我听到的时候才发现 什么叫做聪明的人 真的是不一样 好不好 他做的一件事情很简单 他那时候其实 在2009年 台湾就已经有脸书了嘛 就已经可以投广告 他那时候做一件事情 他投自己的粉丝业 拿自己的薪水哦 投自己的粉丝业哦 我想问各位朋友 你们拿到了薪水都在干嘛 存起来吗 对不对 都存起来啊 你有沒有投资自己 你有沒有投资自己的专业 你有沒有投资自己的品牌 他有啊 所以他说志华 我那时候其实很简单啊 我就是把量体放得超级大 所以我可以有好多人 让我去测试我的失败 我的口才 一方面也是那时候练起来 一方面呢 量体大 因为我 他说他那时候想很简单啊 就是 我口才没有办法瞬间变好 那广告投放可以把我的量体 瞬间变大吧 所以他就投资了自己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 其实 在职场里面最重要 真的是投资自己 我们看哦 假设你今天是22岁 23岁毕业 然后到职场 职场人对你的要求 大概就是75分嘛 你能做到75分 我们觉得不错了 那你早期投资自己 你也没有机会 把自己做到80分 你做到80分 你就有口碑 你有口碑 你就有机会 收到更好的案子 有更好的案子 你就培育出 更好的专业跟经验 你有更好的声量 你有更好的薪资跟奖金 你再投资你自己 能不能再做到85分 但是你看哦 你要是是 25年后或3年后 25岁 或者是快30岁的时候 我们要求你基本分 可能是85分 你那时候要做到90分 或95分 我们才觉得 哎呦 这家伙不错 所以我那时候 真的去理解到 很多的事情 就是成功要趁早 卓越要趁早 当然年轻人的卓越 跟那种老资力的多少会有差别 但是问题是你不要比同接龄 你比同年龄层的强就好了 它会创造一个正向循环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 给年轻人的真的是投资 投资 我说的投资 不是投资股票股市 好吧 我最近也体会蛮深的 好不好 航海王啊 台积电啊 对吧 啊 ETF嘛 对吧 我都 我都 我都体验过 但是直到 前几天吧 我在规划 2023年 策略思维商学院 跟2023年 陪伴是蒋世逊的 年度营收目标的时候 我突然理解到一件事情 我能创造的 主业 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投资 可以给我的价格 我的投资 10% 20% 30% 40%的回馈 都没有办法 打赢我自己主业的活力 真的专注在自己身上 好不好 专注在自己身上 你要嘛就是提早投资15年 就是你一出社会就投资 要嘛就专注本业 千万不要半吊子 就是 听人家说什么 被动投资 对吧 然后你还可以做主动 失业经营 嗯 我觉得 不一定需要 专注在主业 好吧 专注在主业 趁早成功 投资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我 最中肯的建议 OK 好 谢谢森老师的建议 我觉得的确要投资自己 是非常重要的 那 那我们今天这个也听孙老师 谈了很多的重点 那我想可能大家还是听不过瘾吧 所以接下来我想问孙老师 就是你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或者什么新要开的课程 还有刚刚提到像这个策略思维商学院 那你在规划2023年对不对 明年有没有什么新的展望呢 可能最后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好 我觉得最近大概有 我觉得我其实假设是以讲师这个职业来看 我其实已经转型两次 轻翠 轻翠 稍微等我一下 轻翠 这段要剪掉吗 没关系 这是很自然的这个片段 好 来 孙老师继续 好 回到我的最近的计划 好不好 我最近做了一个计划叫做 第一个是线上课程 这个线上课程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 很多人都是线上课程一次开一门吗 对不对 这次一次开三门 这个线上课程有三个 第一个叫职业规划 一个叫领导管理 一个叫做商品经营思维 你会发现其实今天的分享 它就有点像第三种 叫做商品的或者事业的经营思维 因为我为什么会一次开三门课 其实我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 为什么有些人 他可能才大我一两岁 他就变成我的部门主管 有时候他才大我一岁 甚至比我小 他在社群上面就很有声量 我后来发现是 精准这件事情 还有他的思考范围是广的 所以那时候我才去 这一阵子我才真的 尤其是在有一次去大学的演讲里面 那时候叫我去教职丫规划 我看到现场的有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 那这边虽然我知道我们是录好的 那你们想想看 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 我今天来上职丫规划 你觉得我是为了谁讲课 大二大三还是大四的 很多人都说 那当时大四的他要毕业了 但我跟大家分享 我那时候有个很深刻的体会 大四的帮不了太多了 对帮不了太多 因为履历记住 大家这样记住 履历是活出来的 所以其实最好的点 我觉得是应该在大二大三 来听职丫规划 你在大学的二三四年级的时候 去经营你的大学 你毕业之后 你的履历就漂亮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大四的学生 我觉得我只能帮他一件事情 就把履历写好 我可以帮他 但是至于他大学 这四年够不够精彩 已经来不及改变 所以那时候 我有个很深刻的体会 为什么那些 有些人他走得很快很远 很简单 因为他们在day one 就拥有了他们该知道的知识和经验 所以职丫规划 每个人现在就该知道 不是你要离职了 你才要去想职丫规划 那不是职丫规划 对 领导与管理 很多人都觉得我升上主管了 对老板升我当主管了 我就去学领导跟管理 没有 你要是没有领导跟管理的特质 跟底蕴 不会挑你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在等一个死结 你懂吗 你挑我 我就去学领导管理 但是你不学领导管理 我不会挑你 所以这个知识 也是当下要知道的 对 包含我们刚才谈的这些事业观 他进到职场 也是当下就要知道 但是你看 我们都把这个学习的点 往后推移到了 甚至不学习 或者是延误的学习 或者遇到才准备学习 最后来不及就不学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最近做了这三门线上课程 那当然啦 大家也知道玩课率很低对吧 所以我为什么还要做线上课程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样子的线上课程 我是一季招生一次 我会有一个服务的营队 就是比如说 我是每一个月上一门新的课 那那个月就是大家在社团里面 讨论比如说职业规划 下个月讨论领导管理 下个月讨论事业经营规划 所以我会有个营队 但那个营队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我比较像是一个个人公司 那我起码可以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我可以办直播 我大概是每一周到两周 应该是一个月 我应该可以办二到三次的直播 去回答大家的问题 因为不可能有一个课 可以把职业规划领导管理全部交完 不可能 所以课程 我给的课程是操作性很强 表单流程很清楚 但是你当下遇到的问题 我会有直播 我会有同问同答的回信 好不好 这是我要做的 所以 其实就像我在做策略思维商学院 跟配办事讲视讯 我从来都不是觉得我在做一门课 都是在做一个服务 我在做一个生态系 那我大概是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近期最关键的一个计划 就是线上课程 那当然到了年底 我就会有策略思维商学院 就会有所谓的陪伴师讲视讯 我大概是一年招生一季 就是第四季我会招生 之后我就不收了 我这几年的 这一两年的经营代就这个样子 就是我就是年底招生 然后好好的服务我的学生一年 我就不要再去行销了 我不要过那种天天要下广告的生活 或天天要写文案的生活 我觉得一季招生完就停掉了 后面三季好好对待学生 好好培养自己 所以在年底的时候 假设你想要参加策略思维商学院 或者是陪伴师讲视讯 你可以加我的脸书 你就搜寻孙志华就好了 粉丝业跟个人账号都有 但我建议你就直接加粉丝业 好不好 或者是我们这边有一个 刚好我们最近线上课程 有一个LINE AT的官方网 官方的LINE AT帐号 你们可以加进去 因为其实在后面 我们也会把我后期的规划 在那边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数位行销架构是完整的 但是我觉得一开始 单纯一点 大家都先加到 成长策略思维的交流群里面 以后我有任何延伸性的课程 或服务 我再跟大家分享 那2023年的蒋诗讯 跟2023年的策略思维商学院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看起来商业 但是底层逻辑很硬的一个 想法 我在去年的时候 陪伴是蒋诗讯跟策略思维商学院 但是收10万块 OK 那我都是服务一年 服务一年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好了 就是陪伴是蒋诗讯 大概是60个小时以上的教学内容 4万块 然后另外4万块 是策略思维商学院 140个小时左右 大概140个小时一年 我都是一年起 今年会提到5万 时数 依旧 但是策略思维商学院 可能还会再少一点时数 因为我要更深化的是 交流 铲除 讨论 所以我不会教那么多 你知道吗 我的策略思维商学院 是少数有学生会跟我讨论 这个月课太多了 这个月课太多了 不要 少一点 所以我觉得 策略思维商学院 跟陪伴是蒋诗讯 明年只会更好 那我有个挑战是 明年是5万 而且没有找鸟 没有超超找鸟 没有所谓的优惠 就是伯格家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 我跟大家分享 这也是一个底层逻辑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底层逻辑 我不想要找一些朋友 他真的很计较 很计较 那个一两千块 或五百块的优惠 因为我跟大家分享 他其实 我们扣除掉一些经济条件 但扣除掉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非常在乎这些 极细微末节的 他可能不是你的最佳学习伙伴 我们策略思维商学院 我们陪伴是蒋诗讯 最关键的就是 我们的学员的职超优 所以我的策略是 我要贯彻 找到更优质的学员 进到学员 进到讲识讯 彼此快速成长 彼此快速的提升 所以我的策略思维商学院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就好了 我以前 试云运的时候 第一门课叫做行销 我很开心的 我就看了学员名单 我才看了六个学员名单 里面有两个创业家 有四个行销总监 而我第一门课要上行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欲哭无泪的感觉 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呀 大爆了 你懂我意思吗 我说不会吧 第一门课就要挂了 那很可怕的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要定 因为我想要找到 真的值很优的 尤其策略思维商学院 我们的值优到爆 我必须这样说 我们可以周六早上九点 线上课程 上到晚上五点 大家就坐在那边热烈的讨论 而且彼此的交流很深刻 所以我想要贯彻 把优质的学生留着 我说的优质不是付费努力 我说的优质是 他能看清楚价值的 这群人聚在一起 陪伴思维商学院 已经产生很大的忠效 社会社会商学院 他们现在也是产生很大的忠效 都已经超乎我当初的设定 好吧 所以你说我2023年的计划 一个是今年吧 今年就是线上课程 你可以从线上课程先 彼此互相成长 互相了解彼此 然后到年底有缘分 再来参加我的学院 或者我的讲视讯都可以 好吧 大概就这些了 好吧 好 谢谢孙老师的讲解 我想无论是三门线上课程 或者是策略思维商学院 或是这个陪伴式讲视讯 我想都蛮值得期待的 那么我会把这相关的资讯 放在我们节目的说明栏 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这个来报名 或者是来加入老师的社群 那么我们一起来共学 我们一起来了解 怎么样打造新事业的 这个底层逻辑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进入尾声了 那非常感谢孙老师 我们的孙院长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也很期待很快 再有机会再邀请孙老师 再来跟我们来分享 那我们就先在这边 跟大家说声拜拜咯 拜拜 再会 好 拜拜 谢谢Vita 好久不见 拜拜